大家好我是大王 我是小汪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鹏机器人发布会疑似造假的事件 11月5号小鹏在科技日上发布了新一代全新的Iron人型机器人 结果因为走路太像真人 反而就被置以为是真人穿了一个皮套而已 激起了很多人的冷嘲乐讽 对尤其是那些海外逢中必反的自媒体 就各种评论把汹涌而来 今天我们就从逻辑和技术的角度来聊一聊 小鹏人型机器人到底是真是假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不得不说我看完视频之后 真的感觉真的太像真人了 这就是我们全新的Iron在过去的七年的时间 我们未来让走路轻盈姿态优美 我们做出了无数的努力 那么因为上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 因为今天我们的Iron还属于在科研状态下的 但是我们计划在明年的4月份左右 硬件软件进入到量产的合围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点 先说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它是假的 就当这个机器人他走上台的时候 可以说现场很多人确实惊呆了 他走路的姿态太像人类 主要是走的像猫步 而且步伐轻盈 丝滑顺畅 就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机器人那种僵硬的机械感 对就相比较之前特斯拉那些版本 就这个机器人就感觉把那种女性的妩媚都给走出来了 没错就包括红极一时的这个语术机器人 好像也没有走出这种感觉 这下网友就坐不住了 那线上评论区至少有一半的人都在说 这肯定是真人在里面 质疑的声音就从四面八方就涌来 甚至有一位激进的网友就直接放了狠话 说这要不是皮套演员 我倒立吃三吨式 这也是一位狠人 对你说你吃就吃 是不是还倒立的吃 对 然后还有网友就仔细研究这个视频的截图 就一帧一帧的口 然后就指出几个疑点 比方说首先是耳朵的位置 有个轮廓看起来很像轮内的耳朵 然后还有人说是后背 说有一条这个袋子 非常像女性穿的这个bra 然后走路还有点外八字 小腿先外摆 然后再内收 形成了独特的外八加猫布的模式 有的人就调侃说 仿真这块就服你小鹏 还有的人说这是弗利萨 就是龙租里面的那个角色 更有网友就提出 你旁边应该再放一个机器人 放一个什么样机器人呢 没穿衣服的 两个人一起走 这我就相信了 就把这些所有的因素叠加在一起 确实非常容易让人得出 这就是一个真人穿了皮套 在走路的一个结论 说实话 如果这个发布会的主角 是某个有黑历史的企业家 比如说那个以前有个汉心的造假 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可能也会倾向于这是造假 但是呢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 一些网友就认为 这是小鹏的营销策略 就本来啊可以不包裹这层皮 就直接展示机器人的这个机械结构 但包裹以后各种猜测和热议 反而能够引爆话题 小鹏啊这种有稳定收入的公司 没有必要弄个假的过来 然后大家现在你看就开始热烈 讨论这个打假 本身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是啊 这一下广告费可省了不劳少 你看这微博勒搜 这么多词条跟他相关 对但前提得是这是真的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何小鹏也就是小鹏这家企业的掌门人 他的反应很快 就在11月6号的上午 也就是发布会的第二天 何小鹏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啊这真的是让我们机器人团队既高兴又哭笑不得 紧接着小鹏就发布了一条一镜到底的无剪辑的视频 如果大家在现场一定不会相信他是个真人 昨天在现场500多位我们的朋友媒体老师们 但是在线下因为大家看的是视频他很难看得清楚 因为比如说我在那旁边我知道他在里面有散热有一点点风噪声 那我们的机器人团队说他们还希望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来我们机器人团队上 在这个视频里面啊 何小鹏就把机器人后背的拉链给拉开了 让大家看里面的构造啊 就包括筋隔的肌肉啊 控制器啊 肩部运动那个固定器 还有手部的斜拨关节 那个被误认为是真人耳朵的凹陷 其实是为了放置两组麦克风阵列而设计的 拉开拉链之后呢 机器人又走了一遍 证明他确实是机器人 甚至还有一个视频中 这个机器人的左脚完全是金属支架裸露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即使是这样啊 还是有很多人不服气啊 说你为什么只拉开后背那么一点地方 你为什么不把全身的衣服都脱掉 甚至有人就猜测 会不会有人就先穿了一个看着像机器人骨架的金属壳 然后外面再套一层皮 更夸张的是有人质疑 这个是不是就那个左脚不是裸露了吗 那把是不是找了一个截肢的残障人士来假扮的 那我觉得广大网友想的还是有点多 其实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个机器人啊 它走到后台的时候 就完全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如果是真人假扮的话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 因为你想真人或多或少成会有点轻微的动作吧 咱不说大的好轻微的 就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就能不能在舞台后台一动不动 就是站个几分钟十分钟的 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最诚实的 当天小鹏汽车的股价 从早盘跌5%迅速反弹 最高冲到了5.8% 收盘还是涨了1.9%左右 这十个点左右的涨幅波动 说明资本市场是认可了小鹏的澄清的 那事情进展到现在 我觉得那些还不相信这是机器人的人 就真的有点为了黑而黑了 你像何小鹏这个澄清视频 他也挺巧妙的 他就是没有痛痛快快的 把机器人的外衣全部拨掉 就是半推半就 只拉开后背拉链 没错又给人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 就让这个话题持续发酵 说实话我就甚至怀疑何小鹏这么干是故意的 就是一个营销策略 就是要让机器人套着皮 然后引发质疑 然后再通过澄清制造第二波话题 这个澄清呢 还是就像你说的 油爆琵琶半折面 不过呢 这也是一步险棋 万一他昨天股价真的彻底崩盘了怎么办 但从结果上看 这波操作确实高明 让机器人的这个热度又多吵了好几天 现在我们从逻辑角度先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小鹏不可能用真人穿皮套来造假 首先这何小鹏和小鹏汽舌 如果是真的弄一个真人穿皮套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全球瞩目的发布会上 造假的话 那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高到可能让这个企业直接跌入谷底 大家要知道 小鹏他不是一个小作坊 不像当年那个汉心 他一穷二白 那小鹏他是一家在美国和香港两地都上市的公司 在美国资本市场 这样的明目张胆低劣的造假 一旦被发现 对企业那股价的影响是万劫不复的 这可不是跌个百分之十几的问题 可能就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 而且信誉会彻底崩塌 可能直接退市的一个灾难 那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绝对是致命的 那小鹏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 一夜之间就可能烟消云散 对未来的这个销量和用户的信任度来说 将会是崩溃性的打击 对何小鹏本人的企业家形象来说 也是崩塌性的毁灭 他以后怎么还在商界立足 那以后他再想拉融资 或者再想从银行体系受信贷款 那就困难了 所以从投入产出笔来看 这完全就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和小鹏这样一位经验丰富 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他会做出这么愚蠢的行为吗 这种概率就几乎等于零 有人可能会拿当年那个汉心 我刚才提到那个汉心造假来类比 你那个汉心的情况完全不同 汉心造假者陈进当时是一穷二白 他几乎是一无所有 造假获得的科研资金 就是他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而小鹏完全不一样 公司已经辛辛苦苦造车这么多年了 获得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和雄厚的资金 市值几百亿美金 他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造假 把自己打入谷底吗 再从操作难度上来说 如果要搞这么一个造假 何小鹏得收买多少人 这个发布会设计的工作人员 绝对不会少 就算保密工作做得再好 至少这个机器人的研发团队的核心人员 和发布会的核心工作人员都会知情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要想封住所有人的口 让消息一直不外泄 何小鹏得花费多少心思和金钱 万一有哪个员工突然良心发现也好 或者他觉得自己这个疯口费太少 向媒体披露造假 或者干脆敲诈勒索何小鹏 那何小鹏晚上还睡得到觉吗 他会想不到这点吗 最后从收益上来看 也说不通 你看就是为了让这个机器人 走得轻盈一点 像猫不一样 就这么简单 就为了这么一个点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付出这么高的成本 没有人会这么傻吧 机器人只要能正常走路 哪怕僵硬一点 大家都能理解 只要小鹏能把机器人造出来 哪怕走得笨拙一点 市场都会接受的 没必要为了一个猫不了的视觉效果去造假 所以从逻辑上稍微一分析 你就会发现 小鹏用真人套皮在发布会上造假这种行为 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 可以说一些人的愚蠢就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 现在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 机器人走得像猫不到底有多难 这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说这个难度 就为什么人类和动物走路就非常的丝滑不僵硬呢 人类其实就是在肌肉控制方面就是一个超级高速运转的精密的系统 人的任何一个小动作背后都有着强大的神经系统在运作 当你走路的时候 大脑其实不需要意识参与每一个细节 小脑就会根据输入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大脑传递的信息 瞬间完成运算发出复杂的指令 然后在肌肉群的配合下完成动作 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运算 只不过我们是意识感觉不到 因为是小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 还有复杂的肌肉群的配合 不是说一两块那种大肌肉在动 而是无数块小肌肉在精密的协调 所以你才能做出那么精细的动作 我们俗称的这个猫布 它作为一种专业魔布的步态 当然这可能不是小鹏故意要这么做的 但它视觉效果就是这样的 它就要求身体重心能够灵活的转移 步伐要稳定 而且富有一定的这个韵律 从技术角度来看 你看那个机器人 它小腿先外摆在内收 形成外巴加猫布的这个模式 对机器人来说 需要一个极高的关节的灵活度和精密的控制 尤其是它做的那么丝滑 这就要非常精密的一个控制 现在的一个机器人和以前的机器人相比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么几方面 做了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就是所谓的肌肉群的提升 就以前很难把各种斜波减速器电击做的很小巧 这就导致关节不能有太多的部件同时进行控制协调 对吧 那简单来说呢 就可能往往以前的机器人就是两三块大肌肉 而没有很多小肌肉一起来控制这个关节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笨手笨脚嘛 就有点像一个大块头 看起来好像笨手笨脚一样 就类似的意思 但是现在这些零部件可以做的越来越小巧 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这么多的小肌肉在一起来控制精细动作 那小鹏Iron机器人拥有62个主动的自由度 手部有22个自由度 你想采用行业最小的那种斜波关节 这就像从只有几块大肌肉 变成了有几十块大大小小的肌肉来进行协同工作 那动作肯定丝滑程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就是算力的大幅提升 这个机器人他搭载了三颗图灵AI芯片 总算力达到了2250Tops 这种强大的算力结合对外界的那种感知能力 比如对重力的感知 视觉感知 就能够实时进行复杂的运算 对精细指令的输出会更加的精密 这就让机器人对外部环境变化应对 就会更加的精细自然 这个研发团队还通过增加脚尖的那种被动自由度设计 让脚踝能够自然的弯曲 不用机器人主动控制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这样走路就显得更加自然了 第三就是电池的能量密度的飞跃 以前机器人能携带的电力是有限的 现在电池密度大幅提升 那这就能够驱动这样的算力和这么多精密部件 同时高效的工作 那以前是做不到的 因为电力供应都不足 所有条件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能够让机器人现在能够实现一个突破 所以小鹏能够做到这么丝滑的猫布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 但你仔细想想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然了这不是说美国那些机器人公司就落后了 而是比如像波士顿动力这样的机器人 他能跑能跳做后风帆 但他专注于这种理人化步态的研究可能就少一些 小鹏这次可以说是在卖人味 就是让机器人更像人这方面 他做了很多努力 那么这种丝滑的猫布能带来什么意义呢 其实意义也是可以说是突破性的 就根据我前面讲 就现在能够这么精细丝滑的走猫布 说明机器人对精细动作的控制 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级别 那机器人能够干的复杂工作可就变多了 就以家务为例 就以前机器人你炒菜也好 打咖啡也好 那动作都是套路化的 就你要么只能炒菜打咖啡 他干不了别的 而且动作是很僵硬的 有时候经常还打翻一些咖啡杯子 咖啡杯子可能不合适 他也用不了 甚至他有些动作可以用鲁莽这两个字来形容 直来直去 但现在他就可以像走猫布一样丝滑 那就意味着 他有可能像人一样去炒菜和打咖啡 那将来他可以做的事就太多了 在视觉系统的配合下 几乎可以包揽所有的家务 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进入到了机器人时代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希望各大机器人厂家赶紧批量生产 量化生产 同时把价格压下来 这样的话机器人早一点走进千家万户 我相信很多人 不说所有人 就是家庭矛盾 关于家务活这一块会大大的降低 就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会说 我们家也有扫机器人 也有拖地机器人 但是我总觉得他们还是不是特别好用 就像我自己 我们家就有什么石头机器人 还有iRobot 扫地机器人也有 然后是拖地机器人也有 虽然说拖地机器人已经挺智能的了吧 现在都可以自己上下水 然后全污拖地定时的就开始拖 但是你想每次基本上过个两三天 它那个下边还是会有那种污水的残留 还有那个拖把 就是那个拖不头 我感觉它总是清洗不是很干净 就我们人为的还是要去洗一下 然后拿出去 我还想晒一下什么的 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棱形的机器人 我相信这种特别细致末节的这种 需要精细化手部操作的活 那都可以交给它了 最近让我受不了的 就是你这个拖地扫地机器人 你还得把地上的障碍物都给它弄走 然后这个又增加了很多人的工作量 那你想想一下这个未来的场景 就是你花十几万买个机器人 当然了可能要买他的这个相应的家务服务套餐 然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不眠不休的 帮你什么整理衣物 你做所有家务 这将消灭多少家庭中 一天到晚因为家务吵架伴嘴的这些诱因 是吧 那未来的养老院 或者在家里照顾适能的老人 那也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少了很多矛盾和烦恼 甚至可以说 未来人类的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 都会因为真正的家政机器人的出现 全面改变 还有那个医疗机器人的出现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大胆一点 以后机器人不一定是在家庭内部使用了 没准都可以自己上街外边溜达了 自己开车出去 然后采购 然后采买家里的吃喝拉萨 甚至接小孩 你刚刚再说说我脑袋中就想象一个这个场景 以后孩子们放学 校门口都是一个机器人在 就像跟取戒码一样 然后每抱一个取戒码 一个机器人是对应接一个孩子 对 你看摆脱了这些家务琐碎的这些东西之后 很多家庭都会把大把的时间 大把的心情去经营婚姻 享受更高质量生活 时间就更自由了 是吧 这对人类社会的改造 那绝对是划时代的 当然了 也会有一批相应的什么家政公司 因此倒闭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社会就是在这种得到与失去之中 不断前进的 最后提一点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非常提倡质疑的 社会就是在批评之中前进的 我觉得一开始对小朋友的质疑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这么多质疑之后 尤其是有了更多的信息披露之后 就不要以立场和情绪化 来执拗的坚持自己的观点 那就失去了判断力了 没错 用立场来决定观点 这和阶级斗争有啥区别 其实中国人是非常聪明和非常勤劳的 只要继续坚持好改革开放 给民营企业松绑 给民营企业强大的活力 那他就能够持续诞生更多好的产品 更伟大的公司 当然我要强调一下 这里指的是民营企业 像小鹏机器人的猫布 代表的就是机器人精细控制能力的重大突破 也预示着机器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时代 即将到来 会真正改变人类和社会的生活面貌 本期就讲完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